今天我们来聊聊金朝的历史 金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女真人建立起来的王朝 女真人通常都被认为是东北亚最古老民族之一肃胜人的后代 契丹兴起之后女真被纳入到了契丹的势力范围之内 后来契丹人在辽朝攻灭了与女真人同宗的渤海国 为了巩固契丹在当地的统治 辽朝将大量的渤海人强行迁往了女真人的聚集去 然后辽朝朝廷将这些渤海人还有女真人中实力比较强大的几个部落 编入了辽朝的户籍 纳入到了辽朝的直接管辖之下 这些有辽朝户籍的女真人就被称为守女真 而相对的那些没有辽朝户籍 也就是说还不是辽朝正式臣民 只能算是附属国的女真部落 则被称为生女真 公元1019年居住在太平洋沿岸的几个生女真部落 联手干了件大事 他们组织了一支3000人的大军 乘坐50艘战船渡海南下 截略了日本的对马岛 伊崎岛和能古岛 一路攻入到了当时日本海外贸易的重要枢纽伯多湾 然后再斩杀了日军官兵365人 截略日本人口1289人 以及牛马380匹之后 顺利返航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刀衣入寇事件 刀衣入寇是日本国家形成以来 第一次遭遇外国入侵 也正因为这一事件九州武士在抵御女真海盗的过程中 见识到了女真人精湛的骑射技艺 以及航武编组的作战模式 这就让沉迷于刀树只知道一记讨的日本武士大开眼界 开始了积极的军事改革 由此也就奠念了之后 九州武士在日本国内骁勇善战的威名和地位 大约就在女真人杜海截略日本的这段时间里 生女真之中居住在松花江支流阿石河畔的蜿蜒部开始崛起 成为了生女真诸部之中的霸主 大约是在辽道宗贤雍年间 蜿蜒部的首领蜿蜒乌乌乃 基本上统一了生女真各部 蜿蜒无辜乃自称女真都伯吉列 成为了获得辽朝认可的生女真各部的领袖 这个伯吉列源自于女真语的伯锦 就是后来的清朝的贝勒 是长官的意思 只不过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近代的伯锦通常是用作各级普通官职的后缀 用法有点类似于清代的俄贞 而对于皇帝皇储宰相和内阁大臣这样的关系 后缀用的则是伯吉列 伯锦和伯吉列虽然同源 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单词 但是后来因为在清代编钻四库全书的时候 这两个词全都被统一翻译成了倍了 所以就造成了一些误解 完颜无故乃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蜿蜒游和者 小儿子蜒蜒合理伯 按照女真习俗 儿子成年结婚之后应该分寨别居 后来清太祖诺尔哈赤的爷爷绝昌安兄弟六个 就是在赫图阿拉附近的绝罗地方分离六寨 还位而居 因为在女真语里六个的发音是宁固塔 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就变成了清朝历史上有名的范人流芳帝凝固塔 但是完颜无故乃与众不同 大概是为了保持完颜部的实力不被分散 他别出心裁的让两个儿子同寨而去 而且规定大儿子主内负责部族的内政 小儿子主外负责对外拥兵作战 所以后来金朝的皇帝都是完颜无故乃小儿子的后代 而完颜无故乃大儿子的子孙 在金朝改姓汉制之前一直世代担任相当于中原宰相的国论搏击列 公元1112年 辽朝的天作地照例巡视北疆举行春大播 每年春大播辽朝皇帝都会召集北疆各族在松花江畔举办头鱼宴 享用当年打盗的第一尾鱼和涉落的第一只大雁 这个头鱼宴的习俗其实一直延续至今 如今吉林的茶干湖东部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后在这个公元1112年的头鱼宴下 聊天作地久后高兴 下令让赴宴的各个附属部族的首领们起来跳舞给自己助兴 这些部族首领们当然不敢搏了天朝上国天子的面子 虽然心有不甘情有不愿 但是还是一个个起来跳舞为打聊皇上助兴 结果天作地就突然发现这众人之中就还有一个人仍然坐在原地 没有起来跳舞 天作地就问他说你怎么不跳舞啊 那个人不卑不亢的回答说我不会 然后天作地就说你不会没关系 上来随便跳两下比喉比喉意思意思 你看别人都跳了 可是那个人就跟他说我确实不会跳舞 这就让天作地十分的扫兴 酒宴也草草结束 这个人就是完颜无辜男小儿子的二儿子 完颜阿姑的 一年之后完颜阿姑的哥哥完颜乌亚树兵士 完颜阿姑成为了生女真的都伯纪令 而这个时候辽朝在天作地的统治下 已经是叛乱四起烽火不息了 两百多年来一直饱受辽朝官吏 欺压盘剥以及肆意劫掠侮辱的女真人 也因此有了奋起反抗的机会和可能 于是就在继位的第二年 完颜阿姑的起兵反辽 他亲率2500名完颜部的精兵一举 就夺占了辽朝在生女真地区的重要据点 江丁州 得到消息的天作地派出了7000人马 号称10万来镇压完颜部 结果完颜阿姑的利用封杀的掩护 以1200骑兵偷渡嫩将突袭对岸的辽军 在出河殿一战将这7000辽军打得全线崩溃 这两次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女真的士气 不仅生女真各部 就连不少直接接受辽朝统治的首女真 也纷纷归附了完颜阿姑达 这时候完颜阿姑达麾下的部队 已经超过了1万人 据说当年辽朝开国皇帝辽太祖耶律阿宝基 在见识过女真人强悍的战斗力之后 曾经发出过这样一句感叹 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战 意思就是说幸亏女真人人少 不太可能集合几只万人打军 这样的军队要是有一万人 那肯定天下无敌 耶律阿宝基想不到的是 200多年后他这句话 应验在了他自己的子孙身上 公元1115年1月28日 这一天是农历的正月初一 完颜阿姑达在惠宁 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称帝建国 定国号为大金 年号收国 完颜阿姑达就是金太祖 关于金国的国名由来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完颜不兴趣 于阿石河畔 而阿石就是女真于理金子的意思 后来清朝皇族爱心觉罗的 那个爱心就是这个单词 爱心觉罗的意思就是 金子般高贵的觉罗氏 至于说这觉罗氏这个姓氏 是怎么来的 咱们稍后再提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契丹这个名字在契丹语里是 宾铁的意思 然后金太祖就认为 铁虽然坚硬 但是早晚还是有生锈的那些 而金则可以历经千年而不变质 比宾铁更强大 所以要以金作为国号 表示胜过契丹一筹 不仅如此 金太祖完颜阿孤达 还给自己起了个汉名 叫王敏 虽然这个时候 女真人的社会发展水平 是远远落后于其他人的 但是金朝皇族 在起汉名这个问题上 那个专业程度 可是要比辽朝皇室高出不少 金太祖完颜阿孤达叫王敏 他给他的弟弟 就是后来的金太宗完颜无其百 起了个汉名叫王胜 堂帝完颜踏兰叫王昌 都是日子头的 然后太祖太宗的下一辈 都是宗子辈 比如太祖长子完颜卧本 名叫宗干 次子完颜卧底部 叫宗旺 次儿子宗臂 就是大名鼎鼎的完颜无助 然后再往下一辈 都是头子头的 比如迁都北京的海陵王完颜亮 还有后面的金世宗完颜庸 等到了太祖太宗的 曾孙辈就都是允子辈的 后来为了避讳 就改成了永子辈 比如成吉思汗兴起 那个时代的魏少王完颜永基 然后再往下一辈 就是都是玉子爬或者丛子辈 比如金章宗完颜景 金勋宗完颜巡 再往后 张宗的儿子都是红字本 其他的宗室子弟 都是守字本 比如金哀宗完颜首序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射雕英雄传里的赵王完颜红列 也可以算上一个 如果把完颜都换成王 这就是一份地地道道的汉人家福 相比之下 辽朝皇帝的汉名 起的似乎就相当随意了 特别是辽圣宗耶律龙序 他一边任名向韩德让为相父 一边在给韩德让赐国姓的时候 给他起了个名次 叫龙韵 相比之下 完颜家族最起码是在起名这件事上 汉化水平 那比耶律家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后大金皇帝 完颜阿古达 就给大辽天作帝 送了个信 表示如果天作帝 肯尊自己为兄 并且和大金分享 每年宋朝送来的岁壁 那就可以实现和平 但是这个条件 被天作帝拒绝 他不肯承认 经过 只同以大辽皇帝的名义册封 完颜阿古达为东怀国皇帝 金太祖完颜阿古达 当然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 于是他一边继续攻打辽国 另一边转而和北宋 缔结了海上之盟 相约共同伐辽 当时辽朝的五经之中 东经辽阳府已经被金军攻下 所以海上之盟中规定 金朝负责攻打辽 上经惠年府和中经大定府 就是今天内蒙的巴连左旗和宁城 然后宋朝负责攻打辽西京大同府和南京西京府 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和北京 同时也就是幽云十六州里的幽州和云州 然后宋朝把以前给辽朝的岁壁 转给金朝 金朝归还幽云十六州给宋朝 结果没想到的是 传说中的中原大国 百余年来五倍废弛 战力孱弱 辽朝虽然是山河破碎 亡国在即 但是打赢宋军 仍然是绰绰有余 当时负责防守辽南京的是辽朝的辽兴军节度使 也就是后来西辽的开国皇帝德宗耶律大师 当时辽南京因为和天作地失去了联系 所以城中文武官员拥戴天作地的唐叔 秦敬国王耶律纯卫帝 这就是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北辽政权 而耶律大师也被任命为北辽的台师 然后耶律大师先是以两千经济 一战就击溃了宋军数千骑兵的先锋部队 然后更是以三万骑兵重创了前来夺取幽州的二十万宋军 宋军统帅宦军同冠 万般无奈之下 只得派人去请金军出兵 所以最终宋军无功而返 幽云二周其实都是金军打下来的 虽然如此 宋朝仍然厚着脸皮来请求金朝能归还幽云十六周 这使得金朝的许多宗室显贵都非常愤怒 比如太祖完颜阿古达的弟弟未来的太宗完颜无其满 还有太祖次完颜宗旺 他们都主张不仅不要把幽云各州交给宋朝 而且在灭疗之后一鼓作气发兵公诉 但是这些建议都被完颜阿古达拒绝了 最后在宋朝又额外支付了银二十万两 捐三十万匹之后 金朝不仅把已经从辽朝手中夺来的幽云十六周中的 幽浊济顺潭五周移交给了宋朝 而且就连金朝手里不属于幽云十六周 但却位于长城以南的景州和义州 也被一并移交给了宋朝 可以说完颜阿古达算是金朝朱棣之中最最亲宋的鸽派人物了 稍微跟他有点像的 也就是他的孙子世宗完颜庸 其他的金朝皇帝们 那在位期间都是绞尽脑阵 想方设法 怎么才能彻底灭了宋朝 处理完了和宋朝这些外交纠纷之后 金太祖完颜阿古达启程 离开了正准备移交给宋朝的幽州 返回上京惠宁府 然后就在途中病逝 早在金太祖继任女贞都伯激烈的时候 就按照兄中帝籍的习俗 人民弟弟完颜吴其买 担任相当于储君的岸班伯激烈 因此太祖去世之后 岸班伯激烈完颜吴其买继位 就是金太宗 这位金太宗那可是当时 金朝鹰派的代表人物 在灭辽的过程中 宋朝的军力虚弱和中原的负数广大 都给女贞贵族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完颜吴其买继位之后 开始谋划攻打宋朝 就在太宗完颜吴其买继位之前 辽朝降臣金朝的临海军节度使 平州留守张绝背叛了金朝投降了宋朝 所以完颜吴其买继位之后 就立即派侄子完颜宗王去讨伐张绝 张绝兵败就逃进了宋朝的幽州城 然后金朝就派使者去幽州要人 然而当时宋朝的燕山府 宣服使王安中不肯承认张绝在宋朝 于是完颜宗王就直接带兵到了幽州城下 看到金军就要开战的架势 王安中吓坏了 对见金朝使者 张绝一看这个情况 气得是大骂王安中背心弃义出卖自己 于是王安中干脆就把张绝给杀了 把他的人头送给了金朝 张绝事件不仅给金朝提供了一个 攻打宋朝的借口 而且让其他祥宋的前辽旧臣 对宋朝大失所 比如祥宋的辽朝名将郭耀师 就评价这件事说 就因为金朝派人来要张绝 就把张绝杀了 把人头送过去 那如果有一天金人来宋朝 咬郭耀师的脑袋呢 因此后来宋金开战之后 郭耀师直接就投降了金朝 金太宗天会三年 公元1125年 金朝以宋朝收纳金朝叛臣为借口 清大兵攻打宋朝 金军兵分两路 东路军以太宗侄子 完颜宗旺为主帅 从平州出发 攻打幽州 西路军以太宗唐侄 完颜宗汉为主帅 从大同出发 攻打太原 虽然太原城在建武军截度是王炳的守卫下 抵抗住了西路金军的进攻 但是东路金军近战神索 仅仅两个月 完颜宗旺就率领金军渡过了黄河攻下了华州 就是今天的河南华县 冰封直指宋朝的首都东京变凉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 夺知金军大举南亲已过黄河的消息 著名的书画艺术家宋徽宗 慌忙传位给了儿子宋亲总 自己带着亲心部下借口为国祈福 一路逃到了镇江 就在汴梁城中一片人心惶惶的时候 兵部侍郎李刚挺身而出 接下了防卫东京的重担 得益于李刚举措得当 防守得法 金军困于汴梁城下一时之间毫无进展 而这时候战争的全局也开始出现了 不利于金军的变化 西路军的统帅完颜宗旺 是金朝宰相国论薄吉列完颜萨改的长子 他们一家一职是主管内政的 军律之势不是很擅长 所以尽管战事一起 太原城中的宋军西先最高统帅 同冠就弃城逃跑 而且还带走了城中精锐的圣洁军 但是完颜宗汉仍然没有能够攻下太原城 不仅如此 完颜宗汉还自以为是的 无视了唐帝完颜宗旺的告诫 没有及时派兵去抢占同冠 这就使得当时宋朝最精锐的助手西北的西军 在名将总师道的率领下 顺利的渡过了同关险要救援变两城 在这种情况下 完颜宗旺沈氏多士主动提出议和 从后来清朝的表现看来 这时候的完颜宗旺应该不是 诚心使得打盖狗假意和谈 诚心提出一个宋朝根本不可能满足的条件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 其实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完颜宗旺 把宋朝想象的太过于附属繁华了 所以完颜宗旺提出 要宋朝缴纳金五百万两 银五千万两 捐一百万匹牛马一万头的配款 同时要割让大同中山河建三镇 并且以宰相亲王为人质 早就和他父亲一样被金军吓破胆的宋亲宗立刻答应 然后宋朝官府开始在变粮城内绝地三指搜刮民财 但是到最后也只搜刮到了金二十余万两 银四百余万两 估计也是认识到再也不能从宋朝榨出什么利益了 完颜宗旺就收下了这些钱财 还有来做人质的宿王赵书和宰相张芒昌 然后撤军背反 金军刚一撤兵 大宋朝廷的气氛就为之一变 那些原本对金军派了要死的朝廷文武 突然觉得大宋天朝就是天下至尊 金军不过是蛮夷土帮跳梁小丑 他们不仅呼吁宋亲宗拒绝割让三镇 而且还拒绝了名将总师道提出的 改向黄和防务的计划 然而如果金军不在南下 那这些钱不都白花了吗 最后气的一代名将总是倒是狠狠而重 就连被金军下了一路逃到镇江的宋徽宗 腰杆也变扬 史基三朝北盟汇编里记载了这么一段对话 道军曰敌退 师方在河 河不妖姬 刚曰 以宿敌在敌英国 道军曰为宗设计起负论词 这段对话说的就是金军退兵之后 李刚去镇江禀告宋徽宗 说议和已经达成了 金人已经退兵了 请太上皇徽伦重返东京 然后宋徽宗就问李刚 说金军撤退的时候 为什么不趁他渡黄河的时候去进攻他们呢 然后李刚就说 这不是因为您儿子素王在金军营里做人质吗 这不是怕伤掉殿下吗 然后宋徽宗一脸义正词言的说 为了国家设计 怎么能在乎一个儿子呢 以后不能再这么想问题了 宋徽宗听说之后 觉得这民族英雄的角色 不能让老爹一个人演啊 自己也得有份 于是他也公开表示要毁约 拒绝割让三镇 这就是清代名臣曾国藩所说的 自南宋以来君子浩底和局 以浩战博爱国美名之风日盛 而空域一笛之术 绝于华夏五百年已的历史源头 就在这种气氛之下 金国使臣萧仲公出示宋朝 而萧仲公的祖鼠 大约也是导致了宋亲宗 对他产生了一些误会的原因 因为这位萧仲公是契丹人 而且是契丹外戚显贵 他是辽道宗的外孙子 辽天作地的姨父 于是宋亲宗才见到了 萧仲公之后 连点虚于尾仪的周宣 试探都没有 上来就直接给了他一封亲笔密信 让他把信带给同样是投降了 金朝的契丹宗室名将 耶律于赌 请二人一起助宋返金 宋亲宗恐怕不知道 当年耶律于赌 可是主动投赏金朝的 因为聊天作地 听心宁臣萧凤仙的误告 不仅杀了耶律于赌 妻子的姐姐 文妃萧瑟瑟和外甥 晋王耶律敖鲁 而且还想杀 耶律于赌全家 因此萧仲公接到密信之后 根本都没有拆封 回到金营之后 直接就把信交给了完颜宗旺 完颜宗旺 拆开密信一读 自然是勃然大怒 于是金军再度倾 全国之军南下 很快又一次包围了汴梁城 这回不光是宋亲总 就连刚刚回到汴梁的宋徽总 也一起被围到了城中 这时候在上一次汴梁保卫战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李刚 早就遭人排挤 被贬出了京城 而名将总知道 也因为被朝堂上的这些 组合派和异想型主战派给弃走 所以城中的守备 就被交给了宰相和地 而这位和相国最信任的 是一位名叫郭京的大师 因此一个月之后 便梁城破 城中的灰心二帝和宗室诸王 全都成了金军的俘虏 只有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 奉命去河北穆兵秦王 侥幸逃过了一劫 然后完颜宗旺宣布 废除灰心二帝的皇位 改立在金营中当过人质的宰相 张帮昌为皇帝 改国号为大厨 然后金军挟持城中的宗室清贵 朝廷大臣 以及他们的家属 一万五千余人返回了金国 因为宋亲宗年号靖康 因此这一事件 就被称为靖康之灭 后来南宋明将岳飞的诗词中 靖康指日游未雪 臣子恨何事灭 还有小说射雕英雄传里 两位主角郭靖和杨康的名字 都是由此而来 因为宋太宗的子孙在靖康之变中 几乎是被金军一网打尽 唯一逃脱的只有康王昭告 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 但是因为在之后的逃跑过程中 受到了惊吓丧失的声誉能力 而且高宗的毒子也因病夭折 所以最后宋高宗 不得不从宋太祖的子孙中 过继继承人立为皇主 因此就有传说 说金太宗其实宋太祖转世 专门来报当年竹影俘生的夺位之仇的 后来包括灰亲二弟在内的这些宋朝俘虏 就被金朝安置在了五国城 就是今天的黑龙江一了 数百年后 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名为 觉罗式的庞大族群 这其中就包括建立了清朝的爱心觉罗 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 觉罗就是赵的女真语发音 后来女真语中出现的各支觉罗式 其实就是靖康之变时候 被俘虏的宋人的后代 其中伊尔根觉罗式 被认为是北宋皇族的后代 因为伊尔根是满语穷员平民的意思 金朝皇帝特意让宋朝皇族 使用这样一个姓氏 作为羞辱 就像今天的满族人 虽然都使用汉姓 但其实每家都会有一个满族老姓一样 清代的满族姓氏 大多也都会有对应的金代女真姓氏 比如康熙朝全城索欧图的赫摄李氏 就是金代的和施烈氏 乾隆朝名将福康安的傅茶氏 就是金代的普茶氏等等 但是觉罗式作为一个很大的族群 似乎并没有对应的女真姓氏 因此很多人都相信 觉罗式是源自于宋朝的国姓赵氏 这种说法 据说辛亥革命之后 各地其人纷纷改用汉姓 关外的爱心觉罗们就纷纷改姓赵 而且他们普遍认为 北京的爱心觉罗们改姓金 这件事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 虽然清高宗乾隆皇爷的帝五子 容亲王永齐的后代 著名清史学家金启从教 就认为 觉罗式应该是金代的焦鲁士 但是问题在于 这个焦鲁士这个姓氏 最早是出现在 金代女真科晋士名录 雁台金元国书碑上的 而金朝的女真晋士科 开始于金朝的第五代皇帝 金世宗时期 远在靖康之变之后 所以无论觉罗式 是否是焦鲁士的不同翻译 都不能成为否定这个姓氏 来自于靖康之变中 被俘宋人后代的这种说法 中文字幕启唯一